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新疆第三批医疗队的联络员卢成 我们第三批志愿武汉医疗队呢 主要负责武汉大学冬院区的两个病区的医疗救急工作 下面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我们工作的场景 各个人进到病区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消毒 手削 鞋底 这几天工作辛苦吗 辛苦 但是我在坚持 他们呢是在进行传艺权的笔贴 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每个人从里面从隔离区出来以后 大家脸上的压痕特别严重 还有破烂 所以我们的护士长们 包括我们的病区的管理人员 就要给大家小出来这个办法 可以减轻或者是减少 大家脸上被压烂的危险 首先我们要把口罩先要戴好 检查一下防护服有没有破烂 有没有破色 这个帽子戴好有点大 鞋套 每个老师都配备一个专门的 对应的老师在帮他们检查自己的装备 准备的是否活动 密闭信是否完全 这两位老师在做腿部的防护 因为今天的滑腿部是连起 所以他们的脚有办法保护 所以呢 故事们就特别聪明的上车吧 我们的衣服是一袋 然后再補一下 现在是在里面的 再套一层手套 这是最后一层了 需要在我们的防护服外面 再穿一个隔离衣 所以最后一步工作 是要帮助我们的进入隔离区工作的医务员 带好我的护物镜 今天我们的老师们头上多了好多字 比如说这个就写的烤肉 这个老师头上写的是烤包子 他们头上写的是我们新疆的美食 烤腰子 真的写烤腰子啊 来到武汉 大家已经想念 十分想念我们新疆的饭 我们15病区的老师已经准备好 大家还能认识他们谁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